9月6日,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,禁止18岁以下青少年使用韩可戴因的感冒药药品。 公告要求,对韩可戴因感冒药药品说明书进行修订,将近期症及儿童用药,中相关内容均修订为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进用本品。 此前,国家药监督已明确规定,还有可戴因的感冒药药品,用于12岁以下儿童,此次修改将年龄限制提高到了18岁,长期辣用可成瘾,还可能抑制呼吸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呼吸科,住至夏阳博士告诉记者,可戴因是一种作用于中枢的症科成分,相较于其他症科成分,它临床疗效更好,所以经常用于不明原因的顽固性咳嗽,会还引发的咳嗽。 但是,长期滥用含可戴因的药物,会引起依赖性和成瘾性,有些成年人甚至因此大量购买指科药物,对儿童,青少年的影响就更大。 所以,这次要坚持把进用的年龄上调,避免青少年滥用和成瘾,是很有必要的。 另外,可戴因还可能导致极度嗜睡、呼吸抑制、意识混乱等不良反应,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。 夏阳说,未成年人的咳嗽大多是有气管炎、支气管炎、哮喘等原因导致的顽固性的咳嗽比较少见,所以最重要的还是找出咳嗽背后的原因,只要针对性地,咳嗽这个症状就会很快缓解。 这一二月药剂科和为副主任药师说,一般含有可戴因的药物都会明确标注,家长买药用药时,可仔细查看说明书,但有些药物标注的是因素咳、副方长老丁等成犯,这里面也可能含有可戴因或类似成犯。 他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含可戴因类似成分的止咳药物,双清可戴因片、副方可戴因溶液、可戴因结梗片、副方干草和剂、强力劈盘露等。 两岁以下的婴幼儿无需止咳,儿童止咳最好使用化痰药物。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附读了王颖硕说,现在儿科临床上,很少给儿童使用含可戴因的止咳药物。 而且很多时候,孩子咳嗽并不需要用药、咳嗽、咳发伤、打喷嚏等很多生理反射一样,都是身体的一个保护性动作。 他向记者介绍了咳嗽的全过程,烧下呼吸道受到义务、弹解、细菌病毒等的刺激之后,中枢进行处理,最后气道内的肌肉收缩,将气道里引起不适的东西排除,从而保证气道畅通。 保护了气道,如果盲目使用任何药物,不让气道里的义务排除,法能可能造成窒息的风险。 王颖硕建议,量岁以下的婴幼儿,不要使用任何中枢性质和任何药物,如果担心宝宝难受,可以用口袋、吸痰、物化等物理方式来缓解。 2岁以上的儿童,如果咳嗽时间过长,严重影响到生活,比如无法入睡,不能吃饭,那可以使用一些稀释,溶解您烟的化碳料,帮助谈烟的排除。 何伟说,不包含可带阴的化碳料药物中,2岁以上可使用安秀索,4岁以上可使用陶金粮和安宁泰。 某些成分也需要警惕,过量会引发肝脏衰竭。 王医生还提醒,儿童感冒应该使用单一成分的感冒药,避免复合性感冒药,以免和其他药物叠加使用,造成重复用药。 比如说,有家长同时给孩子吃太多儿童感冒糖香和退热药百福宁,这两种药理都包含对乙线氨积分,这个退热成分,叠加之后对乙线氨积分使用过量,对肝脏造成了损伤。 前不久还有一个惨痛的新闻,27岁的年轻人各种感冒叫混着吃,结果对乙线氨积分,严重超标,导致中毒性肌溶解和肝脏衰竭,最终死亡。 王医生说,对乙线氨积分是否造成损害,与患者服用的剂量密切相关,成人一次服用时15克就会引起肝毒性,而时25克或更高的剂量可能致死。 他建议,4岁以下的婴幼儿,不推荐复合型成分感冒叫,4岁以上的儿童,应遵循医生主妇,服用合理的剂量,以下是常见感冒叫中,对乙线氨积分的含量。 可感冒150毫克每片,泰诺325毫克每片,泰诺0,650毫克每片,散力痛25,0毫克每片,便里头500毫克每片,快课250毫克每片,感通P125毫克每片,维C银跳片105毫克每片,999-0颗粒200毫克美的日夜百福宁,日片500毫克每片,夜片500毫克每片, 白加黑,日片325毫克每片,夜片325毫克每片,其他近期被国家药监局,炼入黑名单的儿科药品。 单身注射剂,被要求说明书增加紧致语,并对不良反应,禁忌和注意事项进行修订,被禁止用于新生儿,应用儿,双黄联注射液,对双黄联注射剂说明书增加紧致语,并禁止四周岁。 即以下儿童,与父使用的产品,爱唱和马丁林,注销多发密同快事页等五个药品注册批评证证明文件,其中就包括儿童常用药爱唱,小儿把马丁林,柴虎注射液,要求柴虎注射液衡改说明书,在禁忌项下,取列住儿童仅用,皮多默的致记,在说明书中,增加三岁以下儿童仅用。 在禁忌,注射用达安提林,至初十六岁以下儿童慎用,三个月以下婴儿禁忧,儿童用药后,可能引起瑞士综合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